一般人講話 他是處在衝動的情況 雖然嘴巴在講話 但是他的心是糊裡糊塗的 他是習性的衝動 習性的運作 嘴巴像機關槍一直講 那他在一直講的過程之中 他不知道他嘴巴講出去的很多話 就像銳利的劍會傷人 他不知道 習性的衝動 嘴講話尖酸刻薄 講話話中帶刺 一個人如果是習性的衝動 他就看不到 當我們講話尖酸刻薄刺傷別人 有沒有因果 都有因果的 你刺傷別人的情況之下 別人受傷了 受傷了之後 他對你這個人 他就會起反感 也就是 你就跟別人形成了對立了 你傷害了別人 別人也會講話 別人一樣會反擊 所以就變成互相在那裡傷害 在那裡攻擊 講話是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如果我們沒有讓我們的講話都很清楚的話 真的有一句話說 或從或從口出 就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說或從口出 真的一般人很不容易覺察到 原來我們的講話裡面 常常是在播種惡的種子 常常在跟別人結惡緣 當你在展現那個傲慢 我慢 主宰慾 命令 你給別人帶來的就是 負面的能量磁場 給別人帶來的就是負面的觀念 很容易傷人 別人 有的會跟你反應 但是 往往又被反彈 反擊回去 你又找很多的理由 為自己辨駁 結果 很多的善因緣 就會逐漸從你的身旁離開 包括一些良師意猶 也會逐漸的離開 所以不要小看講話這個環節 每天我們在立元對鏡的時候 常常都要用到嘴巴來講話 來 嘴巴它是一個中性的工具 它是一個表達的工具 你可以用嘴巴來傷害別人 你也可以用嘴巴來行善積德 而這個是命運在主宰嗎 不是的 是自己在選擇 你處在糊裡糊塗的情況之下 你就不知道用嘴巴來行善積德 處在糊裡糊塗 處在自我自負的世界裡面 常常用這個嘴巴去傷人 所以你越不甘示弱 你越要展現強勢 要知道 你的人際關係就會越來越不好 你越強勢你越厲害 好了 你的各種人脈人際關係就會逐漸的離開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他到年齡越大年紀越大的時候 越沒有人要理會他 然後後面形成了孤單老人孤獨老人 就是這樣嗎 在他生命的一生過程之中 他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之下 跟家人跟親戚朋友結二緣 你越強勢 我們講話就會越尖酸刻薄 所以很多善因緣都會被排除掉 所以自然的啊 宇宙的因果律啊 你的果報就是後面越孤單啊 你的人生路就越走越窄啊 當我們能夠用嘴巴這個工具 可以吐出真善媒的真言 我們所講的話都是正向的能量 鼓勵別人讓別人感受到我們的友善 我們的慈悲讓別人感受到跟我們的交往 它是都是有正能量的加分提升 你的各種因緣就會越來越好啊 所以嘴巴可以用來傷別人 也可以用來行善基德 從現在開始 我們要好好地修我們的口德 我們要好好地修我們的口德 我們要好好地照顧 我們要去做